我家的两个老外 我绝对是正宗的中国血统 可是你一定会好奇的问 那你们家的两个老外是怎么一回事呢 嘿 告诉你吧 他们是我的外公和外婆 我外公有一米八六的个头 他长得很瘦 头发很少而且还有一点白发 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很帅又很和善的老外 那再说说我的外婆吧 我外婆有一米六高 他长得很瘦 头发不多也不少 他比我的外公白发多 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长得很美 而且很喜剧的老外 外婆外公在平时生活中 特别喜欢互相拌嘴 比如说他们在去逛商店停车时 因为选拨停哪个车位而拌嘴 又比如我家的两个老外 在家里每次做饭时都会成双入队的进厨房 一起做吃的 所以他们的争吵是百分之百的机率 我经常会听见 要这样做饭 你的是错的 我的饭管哪里错了呀 你才错了呢 你看我们家的两个老外 就是这样365天天天在一起饭嘴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只要有一个人出现 另外一个人也会同时出现 当然饭嘴就是难免的了 我家里两个老外 我觉得瑞士正规的中规系统 可是你一定会好奇地问 那你们家里两个老外是怎么一回事呢 嘿告诉你吧 它是我的外公和外婆 我外公有一笔八流的骨头 她长得很少 头发很少 而且还有一点背发 她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很帅 又很和善的老外 那再说说我的外婆吧 我外婆有一米如高 她长得很瘦 头发不多也不少 她比我的外公别怕多 她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长得很美 而且很奇距离老外 外婆外公在平时生活中 特别喜欢互相反对 比如说他们在去逛商店停车时 会因为选择停哪个车位而犯罪 外婆停车时 外公告诉外婆停在哪里 外婆就会说 我知道停在哪里啊 哪个要关吗 外公又会说 你哪里知道呀 你不懂我懂 又比如我家里的两个老外 在家里每次做饭吃 都会成爽如醉 你进这厨房一起做吃的 所以他们的争吵的几率是百分之百的 我经常会听到 要这样做饭 你以为是错的 我这个方法哪里错的嘛 你才错的了 你看我们家里两个老外就是这样 365天天天在一起饭嘴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只要有一个人出现 另一个人也会出现 等等饭嘴就难免得了 那我们下期就能赞出一份 我们下期就能赞出一份